《见他失贫,便说他国》 两个字不同读法 失贫即是失利,行水运,倒霉时 你就乘机讲他的过失 人偶失贫,或借于时,或息于数 未必皆其自取也 若不愧其素行,而接此其平生 以为事故应以也,岂不勃哉 此人即有个,得智则豁乐,失时则幻语 读幻,处事幻语,亦有息者所心辟 人偶失贫,即失利,失智,即失败 失运,失运 这个失运的原因,或借于时 好命,不如好运 好运,不如逢时 人的喜乐是如此的 这条命是好运 好运 又不及得好运 刚好运 刚好运 加上这个,就发得猪头 最重要的是得时 时空刚好需要的事情 如道,也认为 人是没有绝对的优胜 两个同学收的不同科 两个都成绩很好的 但读完后,刚好社会需要的事情 你便行运 只需要,你便争取 那个不是不行的 社会不需要它 市场决定的价值 这就叫做善 这就叫做善 没有办法的 药一药,没有所谓的贵 哪个是药癮呢? 就是刚刚是病人需要的那样东西 最便宜的那样东西 反而后来居上是主药 怎样说呢? 不一定是贵药才有药 刚刚的身体需要的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就变成了主药癮 莊子就是这样说 不是你决定的 是时决定的 所以 就是要成事 我们不可以改变的事 我们不可能改变的事 我们只能够支持和及时 追得上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圣人之道 就是圣人之道 所以你要明白 生不逢是 就是或值于是 或值于是 或值于数 这个是名数 这个数数就是我名数 刚刚的名数 是注定他要行衰运症 不能够说 这个是名数 一定要有这个劫 这个是你以前做的恶业 你一定要报了他 这个是适与数 但是未必皆自取 不是因为某种行为的过失 你要承担这种责任 这个叫做自取 两个是没有关系的 两个是没有关系的 他做好人 但有些恶报 有什么办法呢 故此我们不可以看这个表面 不可以孤立一件事去看 要量度他平时的数行 这个是最重要的 数行 若匹愧 不愧愧就愧度 他平时表现出来的 数行 那个制衡 客观地去分析 你 没有理到这件事 就是针对他失败的地方 摺子其平生 认为他是抵死的 顾应以这些落井下石 踩多人一脚 喜不勃在 这是口福来的 口德 很重要的 最多你是不出声 不出声 就不要帮他 但是你帮他 去踩别人 你就有问题 扯人即有过 他还有一样 扯人即有过 得志则渴郎 失时则患矣 亦是有色者所心脾也 你看到社会上 打落水狗 就是这样 这人现在是失败 扯人即有过 但是 他当红炸子鸡的时候 你不出声 你不要骂他 叫做豁囊 豁囊即是绑着袋口 不出声 我们的口 索着袋口 索着袋口 如果是金文珠谱 如果是金文珠谱 索着袋口 人家就不知道 但是打开了 就会打开你的头 搶东西 但是你如果扯荷兰水盖 扯水罐 被人看到又会笑 故此 你不要打开 贵的 又被扯荷兰水盖 扯水罐 又被人笑 但是现在就是这样 你平时人家得意的时候 他犯了错 你不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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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意的时候 哇 你又踩人家落井下石 失时之 患意 大发以论 公开去指责 意见多多 患意 说三道四 亦是有识者所心脾也 人家真的有错 为什么当时你不说 你当时不敢说 因为人家当红炸鸡鸡 你不敢说 现在人家坏了 当时你踩人家路 踩人家路 踩人家路 这些就是有识者所心脾 这些就是有识者所心脾 看看四十六 钱文言叫他时赦也 时是重要的 译经里面的知识 是时还是手份 知识 还是手份 有没有人质 都可以 是 生不逢是 或者掌握其时 时内稳度 你要知识 在哪个时内定什么位 坐在哪个位 守回你职责上的本分 不可以超越 知识 定位 守份 知识 是重要的 天文言说 时赦也 就是在哪个时空里 你停在哪个位置 叫做时赦 赦也不是赦 是赦 停留在哪个位置 时不外遇 暂且各自 识一通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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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 识 识 確 estos Mississippi 全部都不是白 對 特别 识 Six 六 三十六 成功是36, 失败是36 你刚刚在另外的失败那边站在36 你就要捱了那段时间才翻出来 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就是视射 边却烈转, 所以之寒女之病者, 亭其默时撤之 就是看那个默, 適而不通 另外那个阔郎, 就是逆经的昆卦 阔郎无构, 神不害也 这里是处在乱世里, 就要阔郎 不要乱说话 骂人故人, 黑人争 赞人都有罪 你对我赞哥, 两个人是不适合的 你赞哥以为你是一党 那你就最好, 不出城 但是, 这个人 就是看时间 人家得逝时, 你们就豁狼 人家失败时, 你们就说 说三道四 就是少人 不动 看看郭宣雍的西经习记 月少时, 闻平宁曹厂在吾章的门下 往往好戚人过 以为轻薄, 世人家以为而 我小时候, 听明白平宁的时候 平宁的曹厂在吾章老师下读书 这个曹厂很喜欢说三道四, 那人长, 那人短 人家以为他轻薄 大家都认同 但后来, 吾章被黄网所杀 黄网散漢 君子和小人之间有冲突 这个黄章, 吾章死得轰烈 但是, 看当时黄网得智的时期 得罪了黄网得了 所以, 吾章死之后 都没有人敢收藏 当时很多学生都好 学生都改名换姓 跟过另一个老师 事实是世俗是如此 真是如此 六亲不认 更易姓名, 以从他事 当时, 曹厂 成为了司空传的传者 就是, 他一个人敢出来 我是吾先生的学生 我帮老师收视 方见量直, 不见容于轻辈 仲而是看到他那种量直性格 其他兄弟都不敢跟他接近 因为这种, 虽然是那个口是这样说 以前不是轻薄 但是, 到真是做起事上来 他这样有承担 所以, 评宁人 在他未死之前 在老师旁边, 为了立个悲 更是在龙首山上 墓墓的墓贼 替他立一个悲 即是, 不将学生 替他立一个悲 他还未死 是纪念他这种独立大行 幻以就是 偏激 不顺于你 这个是孟子的 诸侯放肆处事幻以 诸侯放肆处事幻以后 诸侯放肆处事幻以后 诸侯放肆处 诸侯放肆处事幻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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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的人 而有这样的俱喻 要分开处理 是要同情他 並不是輕易指其平生如此,不可以這樣 認為他的失辯是理所當然 蔡根譚有句說 星記晚景松涼,一世煙花無呆 即是妓女 曼田松涼,嫁過好老公 之前一筆是歐斯抹茶 一世煙花無呆,我們要這樣去體待他 洗證言話,是另一個人 何況真正的好人 假如我們只是執一廢白,就是撥亂 這個價值觀是錯的 何況人家即使是犯過 但在他人家行運的時候 你,就是豁狼無咎無欲 針口不言 到人家失意了,你就肆意批評 他舉個例子,這裡很好 這裡很好,說得很好 我們以前說過,中國有二十四史 頭四本,數下去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角志》 以現在頭三本來說 《史記漢書》《後漢書》 《中漢書》《後漢書》《後漢書》《路要打掃完》《庆史記漢書》》《後漢書》《詢詢》《後漢書》《場漢書》《會》《嘯》《文》《場漢書》《背》《庆史記漢書》《為史記漢》《薄物、欠聞》《只但漢書》《而不能以知至全》 我們上次說過他,因為救李寧的時候得罪漢武帝,要受供應 結果,班固就這樣笑他 你讀這麼多書,又懂得這麼多東西,但是無法自保 要受供應,這樣就踩人一腳 班固就怎樣呢? 班固以黨,那個字是錯了 應該是黨斗憲 黨斗,就這樣說 那個字是錯了 就是斗憲 那個字畫了,就是黨斗憲 班固以黨斗固 就是斗憲 斗憲 帶兵的時候,當時德令 班固是做徐君記者 去記事 後來 斗憲失勢,他就受到朱連 就貶官 本來都很閒 但由於 班固有一個 那些獨人 一手下 喝醉了酒 就是去罵一個地方官 那個地方官 叫做 總成 總成 總勁 成,總,我都未聽過 那些獨人 班固 因為斗憲失勢 他是他的黨 就是 斗憲一失勢 他就受到朱連 就貶了東姑 便貶官 那個權勢 就沒有了 這個一筆 問題就是 班固有一個手下 那些獨人 喝醉了酒 去罵這個人 這個官 他就懷恨在心 在 他貶了官之後 拉他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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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在獄裏面 日日鞭打 打死為止 所以 他這裡說 警敲運獄 在獄中死了 就被 市遷受公刑更深 是吧 司馬遷受公刑 還有一條命 還寫下的文章 他就寫在獄中 這個就是 第一個 看人扣者 人亦看其頭 史記 看書 接著到後看書 後看書 後看書的范葉 又笑斑固 范葉作後看書 就說 斑固身陷大陸 致及 而不能守 街角很高 但是 守不早自己的命 又踩回他 對不對 是吧 後來 范葉 以謀疫故 警運決中 全家抄斬 他說什麼呢 其實不是 其實他不關他的事 不知道為什麼 看《易經》裡面有書 叫做《京防疫》 《京防疫》 專門去算 國勢的盛須 即是皇室的主流 何時失敗 引起其他旁肢的人 心躲躲 你失勢 我上位 看了 是不是 這個范葉 信了《京防疫》 站在那些旁中 去對付大宗 文章一流 寫得非常好 你看看《黑漢書》的《轉論》 寫得非常好 就是這樣收場 信了《京防疫》 乘搭上了賊船 到他臨殺頭的時期 有媽媽去罵他 他說 皇帝對你這麼好 為什麼你要參與這些事情 結果 就是抄家滅族 《京防疫》 兩次都是 即是 算大宗失敗 然後那些 小宗 心躲上位 凡是參與那些 都被殺 教的都被殺 學的都被殺 學《京防疫》 都一樣被殺 因為這屬於邪說 邪教 在當時來說 《京防疫》 屬於占卜性 尖嚴性 是《京防疫》 小心 屬於尖嚴的 在這裏特別要提及 這件事 就是亂說話 他在這裏說 後來修不好 修不好 前人之事 豈以成敗 輕以之父 即我們是不知道 不知道今天是這樣的 明天是怎樣 我們看不到 還有 真正的得失的地方 在哪裏 我們不可以說得中 我們只能看到一點 但你看到一點是錯的 你就回不了 這是百口的問題 另外 《見他體相不懼而少戰》 就是那些殘疾人士 他行路 或者是樣子 有些不是我們正常人 我們不可以笑他 這是厚德 畜師 畜師 不可使養 他直接讀畜 畜師 畜師 不可使養 渠除 不可使苦 天凝也 天凝 天凝之為不幸 仁少之 為不仁 且 勇捧而愧 該 勇持 勇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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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鵬 浩鵬 勇鵬 萧桃 基於作治 第二,登流如少,愛妾遂喪其緣,喜繼之得在 殘契人士 促師波士仰,就是駝背的人 駝背的人,覺不起頭 渠除,波士虎 我可能是調轉 促師是駝背,即是駝背 駝背的駝背,駝背的頭 渠除,就是縮骨 北方叫做駝胸 縮骨的頭,是駝背的頭 這個胸部的部分都硬了 縮骨,我見過一個是這樣的 這些是與生俱來的 所以叫做天盈 就是先天的 這是出莊子 人一出生而殘缺,就叫做天盈 受到上天的懲罰 而它是因為犯了罪 斬手斬腳那些是後天的 那些叫做仁刑 仁之刑,是不同的 仁刑,都可以說是受到應有懲罰 但天盈就不關事 可能天盈在佛家裏面,就是因果 前生的問題 另外處理 所以在這裏 天盈就為之為不幸 一出生是如此 他都沒得選擇 為之不幸 你見到他叫做仁刑 你就不仁 因為取笑這些殘疾人士的時期 就發生了兩件悲劇 一個是勇鵬兒規 在角樓上去看別人 占捕別人 占捕這些殘疾人士 當時發生在齊國 晉國有三個使者去到齊國訪問 三個都是殘疾人士 三個都是殘疾人士 齊國故意找回三個殘疾人士去接待他 這個蕭同志 是齊國人軍的母親 故意在這裏作怪 叫他去招呼他 看他發生什麼鬧劇 就是躲在角內裝 這個就是勇鵬兒 走在角上去裝 這個規制是不正當的東西 不是正式的 故意在角仔裏裝進去 嘻嘻嘻嘻地笑 就被人看到 一去到應該不對勁 找這樣的照片 好像快鏡一樣 單眼的 已經是不對勁 聽見上面有人在笑 他就立刻反面回去 準備發動戰爭 結果後來齊國輸了 要捉這個人 國軍媽媽做仁智 所以讀智 基於作智 基就是不成功 當然了 他說 你這樣的話 我一定會和你死打 然後才是 別人進國 就算數 差一點 另外那個 就是 孫母子練兵 他找那些妾氏去訓練 看到孫母子和孫殯 是兩件事合在一起 孫母和孫殯 因為受過刑 所以那個指揮官 你不要看他 他是殘契人士 一流的指揮官 訓練那些軍隊 有幾個女孩 在那裡 就要殺 怎麼會在那裡玩 立正 走走走走 你得了 我怎樣訓練軍隊 當然要殺 整一個殺警察 才聽話 誰不知那個人 是別人的外妾 吾王 他的丈夫是吾王 人家坐正來看 看著自己的老婆被殺 這是燈流而笑 燈流而坐 看著自己的外妾 沒有了頭 喪其緣 原則是一 就是沒有一個一 就是起計此特載 就是因為 笑別人 找這些人去取笑 崩口人最怕吃崩口碗 這是心理學上最重要的問題 拿正人的最痛的地方去取笑 你就要付出代價 五十 國語 渠除 不可使苦 促施 不可使養 他在國語 但文字是調轉的 因為老人家可能記起 就不清楚 你查原文就不對勁 你不要執制 別人不懂事 說犯了錯 他不斷 沒什麼所謂 這是小問題 就是隱身迷 變成是醜陋之人 一個是出主意 這是詩經沛峰的新台 現遠之求 渠除不鮮 這是衛國 衛國的故事 衛裝工 替兒子 娶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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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漂亮 自己要了 曾經 有什麼事 要欲強 以使用 責任 他們都不太喜歡 他 總之 從此 跟其他人相差 還不算 但最初 不過,衛國人軍娶了兒子的太太,變成了自己的太太 即是媳婦變成自己的太太 故意在黃河邊建了一間新屋,叫做新台,金屋藏嬌 那些私人反而是替女生不抵笑她 我一心以為嫁一個好過老公,燕滿之求 金童玉女,美好良緣 誰不知嫁一個渠除不鮮 即是醜樣到不得了的人 另一個是促師,亦是醜惡之謀 五十三 說這個 燈捧兒規 勇捧兒規 即是燈樓兒規 公陽傳的 促師家族 在促師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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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可以呼風喚雨 很有勢力的人 拼於齊 本來好 教制往來 蕭童疾子者是齊軍齊傾公之母 後來引發了安之戰 因此而發生了戰爭 那場戰役叫做安之戰 安字會寫在這裏 但左轉就是這個 安字寫在上面 在促師家族 人家來到的時候 他就是勇於盼 登上角樓而規客 原來 客人畫波畫廟 單腳、單眼 於是 波者就啞波 廟者就啞廟 找單眼接待單眼的 吉腳 接待吉腳 二大夫出 雙耳以雷如人一出 看路不對路 就是 捱了一半門 都被慎發怒 談了很久相去 齊人說 糟了 患之氣 必自此 自此 一定 七時有戰爭 因為這樣 而有戰爭 果然 大夫歸 雙耳率斯為安之戰 因為沒有這個字 結果齊斯大敗 齊史 各座如斯 談判 和談 人家 一定要 燒同 侄子為之 要用 他媽媽 作為人治 再有不對勁 先殺 兩陣交兵 找兒子 用兒子 用兒子 用軍武 另外 孫子 列傳 這裏是合了孫殯 兩個人的故事 一個孫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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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孫殯的故事 他幫吳國訓練軍隊 讓我們嘗嘗 試試看 試婦人 妻子 婦人大笑 《立正》 《左左右左》 《咁咁咁咁咁咁咁》 這就是 你上課就要發生氣 阿sir, 是不是 奶肉斬左肇掌 一定要殺一警霸 軍令如山, 怎能搞得到 吳王從台上官 見到斬他的外機 大鞋, 希望密斬 孫子說, 將在軍, 軍令有所不守 這是真的 我帶了兵隊, 就是我發了事 我打輸了, 我回去受到懲罰 另一個問題 但我在這裏怎樣指揮 你無權出聲 可以這樣說 斬了兩個, 無符 這裏是很認真的 就是因為這些外妾 見到這個指揮官 是殘疾人士而笑 結果, 就變成悲劇 見他, 才能可稱而易戰 這些就是疾財的人 在現時社會中, 經常都有 一個新人一看到是人才 你會看到, 可能在我上面 所以他預先去踩人 有這些人 人有才能 即未常識免 由當提拔而揚許 這個字讀拔 那個忽字讀拔 入則無 在在那裏 那個家國拔士 那個孟子 在這裏 都是獨自拔的 在這裏 讀拔的 由當提拔而揚許 放木炎,而心知者亦 歌梁指若,心知忌通,而名誉不聞,有之罪也 名誉即聞,有思不舉,有思之罪也 然則知柳下位之言,佛禮行之戰,誰知罪予 人有才能 你和他,即時是數不相識 但你見到你,因為他有才能,才來見你,你是上司 你不認識他,但一早就知道他是有用的 所以你見到他,當面提拔和揚他 提拔和清揚他 何況木炎,你以前真的看過他是用的 木炎即是親眼看到他是用的 你的內心是知道的 你將他否定 刻意去否定,就是記載 高梁指若,心知忌通,而名誉不聞,有之罪也 即是大家相識,真是看得很厲害 而這個人是未出名,未出名的 未出名的,未出名 這個問題就是朋友之罪 你的朋友沒有替他吹噓,沒有替他宣揚 令到他的才幹沒有能力,沒有機會施展 所以你是朋友有問題 我以前聽唐恩藝先生說 我都不知道這件事 你看到我就知道 大陸淪陷很多知識分子來到香港 他們當時,錢牧的未有新亞孫 在桂林街的騎樓底睡覺 那些師兄買一罐冰房的麵包皮 在荃灣走到深水埗,分開幾餐吃 用砂糖開水,浸淋便吃 就是吃麵包皮 在荃灣走到桂林街,上去的堂 這些知識分子當時是如此 新亞孫第一屆時期的學生是如此 我聽過那些師兄告訴我 是這樣的 吃麵包皮 是那些冰房的罐罐 那些冰房切開,不吃 我們什麼都集起來 他不是,就是吃麵包皮 丟掉,丟掉,收集,塞進去的罐 威豬 他就吃那些開糖水來喝 在荃灣走到深水埗上堂 我聽過新亞第一屆那些 他又說 唐先生來到之後 他說 找工作要付介紹費 他說以前不是 他說要朋友推薦 如果你的同學沒得做 他沒得做是你的羞恥 他來到香港 我找工作去 他說要付介紹費 他說未聽過 他說在他們四川 就是有之罪也 名譽職民 有私不舉 就是有私之罪也 這個人是洗得了 證明了是洗得了 出了名是洗得了 名譽職民 而那些再做官的 他應該為國家去 提拔人才 起拔人才 你 你 滄海為主 沒有用到他 他說這些是有私之罪也 特別是宰上 宰算的職責 是要做到野武為賢 不可以說這些 白白旺輝的人才 左上就是喜同人才 推薦給國家 要做到野武為賢 但是 白白浪浩 紫在村上若 誓者如師父 不捨奏夜 孔子就是說 覺得自己自嘆 紫在村上若 誓者如師父 他站在河邊 那些水 每天都會流 他说,我的青春就是白白地留 誓者如是乎,不舍咒野 白白地浪费 孔子是自贪的 所以陶宇明的 彩谷冬尼夏,游延劍南山 就是一个那么厉害的人才 在彩谷冬尼夏,在看山 你就会知道,就是浪耗人才 这里一个,就是彩上的问题 有诗之罪也 然则知柳夏慧之言,佛礼行之战,谁知罪与 知道柳夏慧是使得,是一个人才 但是他没有遇到战,恐容 战礼行 恐容推举的礼行 没有一个推举的人才的话 这是谁的之罪 恐容有战礼行表 后看书恐容战 就是有礼行的财质 又没有遇到恐容的知音人的推举 令到人头限知散,英雄持冒 是谁的罪 左转是纪孔子,论老国的明大夫庄文仲 论宇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他是 第一 当时有些著名的人物 他是乐得虚名 像现在这个庄文仲 乐得虚名 孔子会站出来直斥其飞 另外 有些也是一样 英雄豪杰 例如管仲 学生都质疑他 是属于不仁的境界 因为 他辅助齐桓公 他另一个拍档也自杀 但他投降贪胖化死 学生说 这个管仲是不是属于不仁 孔子是站出来说他是仁 给他仁字 仁字是孔门里面最高的批评 再上一上就变成了姓 有个仁字给他 如其仁 他是假的,直斥其飞 受到冤枉的,他是替他变白 在论与论里面有这些地方 这里其中一种 左转 虽然是左转但一样 他直斥这个庄民重 不仁者三,不智者三 不仁不智 加上六条 如果当时公仁他 仁智兼备 就是替他剃出辩白 孔子出来 立言以正,去不枉不動 第一,在於他居賽時和山節操隊何與其志 因為他只是三門貴士家族的貴族子弟 周文仲那些都是一樣 各官都不算很大,但居住的地方極盡豪華 家裡的雕糧玉柱,山節操隊 這些屬於不治 似乎你所享受的派頭是超過你的地位 一在於以周文仲的權位和知道柳夏衛之言而不語之立 柳夏衛是作為不亂的 明明知道柳夏衛的長處,但他沒有推薦他 論語為寧宮,周文仲,其蝕惠者如 即是如果你真的推廣人才,便會符合到職位裏面做的事 但你沒有做到的話,就對不住職位,就等於蝕惠 知柳夏衛之言而不語立也 與這個文字左轉一樣 於己為涉惠,於己為閉言 於各為閉言 你是為國家推展人才 但這個職位是掩蓋別人 叫做閉,掩蓋別人,不讓別人出頭 或者不讓別人知道他好事 這不是他人的損失,是國家的損失 就是何如其人 所以你怎能擔當你青人這個人 這也是孔子,本著春秋摘備賢者,大家揭發 始後世君子,立扶其大而不容其 以私自小巧,混奪人志之名 這一章就是如此 這個白話道,我就不講他了 最重要就是 孔子一句說話 言無實不詳,不詳之實 閉言者當之 那個五十五,就引了邵康哲的戒指寅 教的兒子,一首歌 戒指寅邵康哲,邵庸 雞能警彈,報時 這是他的作用 馬能代行,跑得快,行軟 任重致軟 馬又跑得快,什麼都很重 犬就能守 看開門口 牛就能耕田 我們人,想天地之器,萬物之靈 應該比那些厲害了 但是,如果是疾然盜能 不如無生 連那些都不如 立了別人,立了別人的好事 就自己吞 不如無生,不要出世 好可憐